金正恩难缠吗?栗战书,习近平也无可奈何。 由于朝鲜契合意志突然减弱,美国公开指责是因北京交局所致,外界也认为是朝鲜利用中美艰的矛盾,而从中取得利益。 有日媒披露,日前习近平得力助手,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赵立战书公开承认习对朝鲜也是无可奈何。 这样的表述被认为是在推卸责任,但或许也泄露出中方对于朝鲜问题的苦恼。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,7月23日至27日,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大导李森受利战书邀请率团访华,并于25日获得利战书的接近。 8月3日,据日本副市电视台FNN,报道指出,日前访华的日本众议院议员代表团得到了栗战书的接见。 当在唐吉北京对朝政策之时,栗战书相当令人意外地亲口说,与朝鲜政权实在很难相处,不论是核武问题上,或日本人被绑架方面的事, 只要中方表达了不符合他们意志的意见时,朝方就会表现出极强的抵触情绪。 对此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有些无可奈何,十分苦恼了。 FNN,报道中称,从北京的表述中可看出,中朝两国,虽然在短短两个月之内,进行了三次首脑会谈。 可是,中方在引导朝鲜的政策上,效果却相当有限。 每当朝核问题进展不顺利之时,中国官方标准的推托说辞是北京对朝鲜影响力有限了。 对此,主流看法却认为,北京是朝鲜的经济,军事及政治后盾,其对朝政策的影响力,可说是举足轻重。 在6月美朝首脑会谈之前,朝鲜一度以对美韩联合军演不满为由,而暂停了韩朝高层对话,甚至还威胁要取消川金会。 于川金会之后,朝鲜对无可化谈判也一再拖延,还发声美国务卿访问朝鲜被冷遇之事。 对此,日媒等媒体皆指责使中方在背后搅局,美国总统川普及其亲信,也多次公开批评这是北京的负面影响。 北京再度拉拢朝鲜。 FNN也说,北京的表态意见皆反映出,朝鲜对于契合方面,还缺乏真正的决心与动力。 不过,在中美因贸易战关系恶化的背景之下,北京似乎也正在不遗余力地争取朝鲜的好感,而且还不惜违背联合国对朝制裁政策。 近来中方以秘密违反多项的对朝制裁决议,在中朝边境的贸易往来方面,再度出现了繁荣景象,还导致临近朝鲜的中国丹东市房价飙升。 金正恩更亲自视察了中朝边境的经济开发区,朝鲜难缠的真正原因。 外界分析认为,中国为了保住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及牵制中美贸易战,北京再度拉拢朝鲜。 也使得朝鲜得以再次利用中美贸易问题向两边咬价,以捞取利益。 这或许就是中美揭决的朝鲜难缠的真正原因。 不过,三月底在金正恩第一次访华之前,并非是这样的局面。 三月初朝鲜透过韩国向美方传达了契合的意愿,当时的朝鲜,对美国的很多要求都十分顺从,甚至还对美韩继续联合军演也数次表示理解。 但在金正恩放华之后,朝鲜的态度,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 自去年4月起,美国当局以搁置中美贸易问题为条件,以此换取中方配合对朝制裁措施,因此一度将金正恩逼致濒临绝境。 但北京方面,却一再拒绝停止对朝鲜场输送缘由。 而美方也发布证据指出,中俄两国联手向朝鲜走私石油,这都是使朝核问题就脱不决的因素。 在今年年初,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之后,北京的对朝政策方面,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